等於是實體上課的第11次上課 那上個禮拜的話主要是針對大樂透資料的下載 歷史資料因為它有74頁 HTML網頁 那如果我要把資料爬取下來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先爬一頁OK之後 再爬74頁吧 再寫個回圈就OK了 所以未來的話如果你假設你的資料量龐大的時候 那一定要會回圈 有沒有像4回圈如果你不會的話 當然也是可以啦變成你要一直寫一直寫 一頁寫一段一頁寫一段成 變成你程式會很冗長嘛 所以理論上不會有人 寫74段的程式啦一定是會寫個回圈 那回圈的話你要思考說 就是說回圈裡面有哪一些 哪一些數字會改變的就變數 像那個page indage page等於1 indage page等於2 那這個123一直到74這個就一個變數嘛 然後另外還有什麼 放個位置 有沒有下載D到A1嘛 然後再往下追蹤 大概就是兩個變數 如果可以產生的話 那基本上呢 你就可以把資料全部下載下來 那最後其實我們目標 只是說把它 那個什麼 排名算出來 就是到底1到49號呢 哪一個號碼 它出現的次數是 歷年來最多的 OK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的話應該就簡單啦 可是如果你假設不會爬蟲 你假設不會 用convif 對那你會發現 哇就很難了 甚至呢如果假設給各位延伸題目啦 比如說歷年 不要全部喔 我要各年好了 比如說每一年的排名 那你請你幫我列表 那這個當然就又不一樣了 所以呢 假如是各年的話 那你就要先有個條件年嘛 所以先把年抓出來 再去算 這一年裡面所有號碼 哪1到49號 哪一個號碼 最高 有沒有 那各年的排名 你也可以算出來 那這個有點像一個報表啦 所以將來 其實你有非常多的資料 去統計分析的 然後呢 這些東西統計出來之後呢 可以拿來當參考啦 也許你投注的參考啦 OK 那至於規則啦 演算法啦 等等 那個就是你自己可以想出來 的一個方式喔 所以 我們期末的 專題報告 基本上 重點就第一個 要爬蟲啦 OK BBA這個 沒辦法 那當然如果你實在是不會 塗法煉鋼 真的也沒辦法 給你交報告說 老師我只會 Ctrl C Ctrl V 假設你報告實在不行 因為有很多同學 可能 初次接觸 程式嘛 你可能沒有辦法 沒關係啦 其實你可以在報告裡面跟我講說 老師我盡力了 我已經做了 但我做不到 沒關係 你有做 但是做不到 你可以說一下 你不要做了 做不到 但你沒寫 那我就表示說 你沒有認真 OK 也就是說啦 其實從0 0到10可能 比較快 0到20 那如果假設你本來程度已經很好了 比如說你可能資工系 資金相關科系的話 那當然你如果已經80 你要再往上爬 其實就稍微沒那麼容易啦 不過 我會看 每個人本來的程度 還有你努力的狀況 給你分數啦 OK 那不會說因為 每個人都要求要把程式寫得非常的厲害 沒有一定啦 OK 所以這個 你們可以再思考一下 如果假設 你本來的程度沒那麼好 沒關係 你就盡力 或者說你可以在一些細節上面 可以多交代一些些 還有就是說你可以說明一下 你暫時做不到 因為你這課程就一學期嘛 你怎麼不可能一學期馬上變專家嘛 所以你可以說你可以設定一個目標 那你可以規劃一下說你未來想做什麼 有沒有 你可以說一下嘛 你可以有個願景嘛 你寫個夢想也總好嘛 OK 你做個夢嘛 你說你未來想要幹嘛幹嘛 你要想要跟AI結合 整個 之類的 甚至你要自己寫個AI也可以啦 因為AI它裡面的資料怎麼灌進去的 其實說真的很多都爬出來了 網路爬蟲啦 OK 你說TrashGP為什麼裡面很多資料 它其實我跟各位講 其實很多資料其實也都是爬的 爬邊 但是它這個不能講 所以你會看TrashGP它裡面不會講說 我是網路爬蟲來的 即便爬來的 它也要做個修改 OK 但是好像前一陣子是被紐約時報告啦 就是說你這資料明明我的 你為什麼不說一下 OK 而且侵犯到我智慧財產權 那這個會要花 要花錢去買的 所以 未來可能 你們假設要真的做一個 做一個爬蟲 做一個那個AI的話 可能前提我覺得還是要爬一些資料 或者你要取得一些資料 外屋資料的話 那一定會需要類似的技術 這個是必然的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延伸一下 今天請各位看 一樣第四個單元 那這邊的話呢 那我找到有一個 一個網站 其實還蠻好的 叫做交通部的那個 請各位看一下 用IE 爬取 IE物件爬取 那個交通部的 這個叫什麼 統計查詢網 這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的話 我是覺得 它有點類似政府開放平台 但是它是for交通部的 OK 也就是說交通部的 所有 業務範圍之內的資料 它都有把它公佈出來 那不一樣的地方是 開放資料大部分就是CSV 有沒有 就直接 下載 然後裡面都逗點 用resale可以打開 但是 它這個 網站提供的不是CSV 而是 一個 網頁資料 所以如果你要抓 這些資料的話 你就不能用之前的方法了 那用什麼方法 我前面有交代 其實就用多 要學一個東西 叫做 IE物件 那你說IE是什麼 應該各位有用過瀏覽器 不過你們現在應該都不用IE了 現在應該用Chrome嘛 對不對 那 也就是說 那為什麼用IE 因為IE是微軟的 你用Chrome是Google的 所以如果 那也可以 但是比較 比較麻煩 那意思 白話意思就是說 我們把那個瀏覽器 虛擬 就是說把它引入到 我們的VBA裡面 然後呢 叫它去哪個網站 把網站上的 HTML資料抓下來之後 那我再把這個網頁裡面 我需要的資料 再分別取出來 放到resale的一個過程 把它寫成程式 應該知道這個邏輯啦 只是說呢 這個講很簡單 但是做稍微有點複雜 不過也沒那麼複雜 你只要知道 關鍵點 以後的話呢 就照著類似的方法做 應該就可以OK了 你說老師 那這個跟那個 Python的爬船 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概念是一樣 只是用的物件不同而已 因為Python本身有自己的 一些物件 一些模組 OK 所以只是換一個模組 但是 基本上的邏輯差不多 像Python裡面 如果你要用類似 瀏覽器爬資料的話 它裡面有一個 Slinear的套件 只是說啦 我發現Slinear的套件 如果跟IE物件比起來的話 好像這個比較簡單 如果比的話 當然一樣都很難 只是比起來的話 那這個就稍微簡單一點點 好那請各位先把它點進去看一下 不過這個網站其實包山包海 等於是什麼 郵政 鐵路 像鐵路裡面我想知道台鐵的客運量 疫情之後 到底增加多少 裡面都有 還有呢 台鐵 各種那個什麼運輸 比如說像志強號 區間車 舉光號等等 它的客運量多少 上面全部都有 OK 我試一下 而且可以畫成圖表 可以統計喔 另外的話呢 高鐵也有 然後像捷運 台北捷 像高雄捷運 然後呢 西捷都有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想要知道 航空路的相關的 業務內的一些資料 這上面都有 那當然呢 如果我想要知道一個 一個訊息的答案好了 我們舉個例子啊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高速公路好了 因為我現在 越來越少開車了 車子現在基本上都放的比較多 現在好像比較喜歡搭車 因為我覺得好像滿街上面都很多的三寶 開車實在是感覺很驚喜 好像感覺每天都有一些 很恐怖的經驗 隨時都不知道有什麼 比如說 突然會有車子 切進來 真的 這個好像變成 但你說為什麼會有 會有這種人開車 這個我也不知道 OK 所以有時候 慢慢好像年紀越大 好像膽子越小了 以前那個 年紀輕的時候 真的完全都不會怕 覺得好 你跟我插我的隊伍 那我就跟你 跟你拚了嗎 以前有那種衝動 但現在年紀大感覺好像不行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需要知道一個答案 就是說 我希望 這個 所以待會請各位 點擊這邊裡面 那我教過一個方式 我取得 因為這個網站 其實它操作我覺得有點複雜 因為點擊進來之後 假設我希望針對那個高速公路 比如高速公路這邊的那個什麼交通違規 我要想要知道一些訊息 點擊進來之後的話 那如果你要取得一些統計 知道該 哪些地方要設定 首先跟各位講一下 他這個網站大概兩個地方一定要設定 第一個就是他的時間 第二個就是你要的欄位 欄位就是這些 這麼多 所以其實 兩塊 這個是第一個 這個是第二個 這個是第三個 按查詢就有了 那我大概想知道 從 110年好了 OK 有沒有 你會發現 資料很多 從79年 那我們不要那麼多 因為以前資料可能 不太合用 所以呢 假如我從100年開始好了 1月好了 然後呢 一直到 今年的3月 那周期我是建議 記得 不要 有 月跟年 混在一起 不然的話資料變成有月 然後中間又有年 有月又有年 那這樣很怪 所以我建議你直接用月好了 當然如果假設你希望資料少一點的話 其實你用年就OK了 每一年每一年 100年到110年的 交通事故的數量 那我們用月好了 假設月 第一個 所以改的時候 大概第一個 時間 統計 OK 第二個的話呢 你希望產生哪些欄位 欄位的話就是上面 縱向的 那總共我希望 總計不要好了 這個總計先打給我取消 我希望抓一下 高速公路超速的數量 到底有多少比 每一年 每個月 每個月的加總 然後還有哪一些 酒駕好了 酒駕好像蠻危險的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那個什麼 其他哪一些 任意變換車道 有沒有 就是 可能方向針 打一下 馬上就轉過來 真的是 或者是他沒有注意到 那個距離 未保持安全的距離 這些都其實是讓人家覺得 哇有些人 臭手不齊 OK 不過如果以後 假設有電動車的話 電動自動駕駛 如果成熟 這可以 可以預測的 預判的到 因為畢竟人 人會累嘛 開開 突然間你不可能聚精會神 但是呢 如果你假如是 透過那個電動車 電動車現在特斯拉帶有兩種 一種是透過雷達 電波 不斷掃描 一種是透過影像辨識 那後來好像他慢慢走影像辨識 因為影像辨識比較全面 但影像辨識比較需要很大量的運算 就需要台積 這個台積電的 晶片 所以呢 隨時他可以監控 因為他不會累嘛 OK 好那假設我們今天 大概幾個 這個地方設定 時間的部分的話 記得這個周期請你用月 或改年也可以 然後第二個的話 把欄位 大概有這幾個欄位 OK之後的話 你按下查詢 那你可以看到 他會馬上給你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的話 就是 從100 年的1月 一直到 今年的3月 有沒有 的一個列表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不就很像 我們之前那個 外匯的 歷史資料 外匯的資料嗎 有沒有 然後 一般的話 縱向的 第一 第一欄 通常是日期 然後呢 上面的話是欄 有沒有 你勾的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勾的越多 你的欄數越多 那這個概念 其實跟那個樞紐分析表 也有點類似 樞紐分析不是我們拖到列 列指的就這個 藍的話指的是這個 你也就是說 這個有點像是 樞紐分析表 已經幫你分析好了 你就把它想像成 這個是 交通部給的那個 網路的那個 這個什麼 樞紐分析結果啦 OK一個樞紐分析表的 統計圖表 他幫你怎麼樣 加總 這個數量的 OK 好 那如果說假設 我想知道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沒有畫成圖 說實在你要去比較 還真的有點困難 你要怎麼比較超數的 這個是 超數這個是數量嗎 四萬 有這麼多嗎 一個月有這麼 四萬多比 那有沒有越來越少 不知道 你可以往下捲動 捲動到這邊 OK 五萬多 好像都差不多 不過 前面好像有一些 是最低點 2000多而已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 應該疫情最嚴重吧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疫情期間應該很 很少人會開車啦 所以應該會比較少 但是啦 這個的話有個缺點 就是說呢 你要一直捲動 一直看 其實不方便 所以呢 我希望呢 如果 可以把這個資料抓下來之後 幫我繪製成一個圖表 OK 那怎麼畫一個圖表 第一個啦 那你要怎麼抓啦 如果你實在不會爬蟲的話 以前的做法怎麼樣 把它選起來 OK 那選的時候記得 你要選完整 如果沒有選完整 你C 貼上好像會出錯 C之後的話 在開啟那個 把他貼過去 那你其實就可以 畫一個圖表啦 因為如果有這個資料 開一個空白的活躍布 把它貼上 OK 看就有了 不過這個也重要 你貼的時候 可能要特別小心 一定要選完整 如果假設你漏選 貼過來會失敗 然後貼過來之後 如果你要做一個 統計圖表的話 那一樣嘛 你就插入 一個 折線圖好了 但如果說你沒有特別選取 我看一下 他會自己幫你選起來 好像他會幫你自己選 所以你 不一定要特別選 他自己會偵測 這個 整個範圍 但是你會發現 他幫你會畫好之後的 這個圖表 他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呢 他 會偵測的是 這四個欄位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有四條線 而這四條線的話呢 其實各指的 就是說 這四欄 也就是說 他幫你把四個 畫成一個 圖 那你說老師 這個好像 當然你如果超數這邊很明顯 沒錯啦 可是其他的人 混在一起 底下 因為他的數字 差太多了 所以你會發現 底下的就變不明顯 那怎麼辦呢 我希望把它分開好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分開畫 可能就是你要怎麼樣 A跟B 有嗎 A跟B